大家好 今次我製作玉瓦院B座的座向 大家看看玉瓦院的平面圖 圖上顯示了東、南、西、北四個方向 北是向海邊 南是向山邊 西是酒店 東是私營宿院 我們看看座向和日照的關係 西面 特別是夏天 黃昏或下午時西斜很熱 東面 早上有太陽曬 南面最好 冬暖夏涼 北面吃西班風 日照比較少 所以冬天會特別冷 我們看看B座的平面圖 首先看看哪些單位向東 主要一室和二室 十六、十七室有一間房是向東的 那向南呢 主要是十七、十八、十九室 二室和三室都有一間房是向南的 至於五、六、七、八室其實都是偏向南面的 不過不是正南 而是西南面 至於三室和四室是向西面的 夏天下午時會西斜得很厲害 五、六、七、八室呢 剛才說過 都是西南偏南 其實都是以偏南為主的 也不是正面會被太陽曬到 至於其他單位是向北的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室 至於九十、十一、十二室是東北、偏北的 其實都是向北為主 但也有機會曬到太陽 我們看看這張圖 這張圖主要是看看 座樓兩邊有沒有其他高樓大廈 會擋住東面和西面的太陽光 西面其實離間酒店都有點距離 應該不會擋住很多陽光 東面也不是太貼近樓 應該會擋住一點點 至於A座對B座的影響 有一點點 A座的其中一部分 可以幫助B座擋住一點陽光 途中黑色的方形 應該是代表A座陰影的部分 可能有機會可以幫助到第三室 可以擋住部分西斜的陽光 四室應該就沒有了 特別高層 酒店的影響應該差不多到日落前 可能會擋住一點陽光 但是... 可能中午到三點 那時候最熱的 可能都擋不住了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